我是Joey Cole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今天我们后半段访问 是就谈张景森这个人 到底他是灵犬内阁的福气 还是风险 现在这一段 我们访问的是民进党的立委超级勇哥 徐国勇 徐委员 徐委员早 谢谢Coco 好 请教这个国勇 今天大家在评论 林全院长的第一波人士 大概我看集合起来了 包括邹景文自由时报评论 就说没有什么亮点 但是还蛮稳重的 不过应该更强一点 那你到底怎么看这一波的这个人士人民 其实周景文讲的没有错 因为没有惊奇 因为这个都是大家意料之内 所以他所谓的亮点指的是说 譬如如果能够可能不是传统的官员 或者以前没有当过官的 或者是大家可能有一些社会大家期待的 那这个其实跟社会期待并没有脱节啦 只不过是没有那种强烈的期待的人出现 所以如果讲没有亮点 也可以接受 不过基本上他这一次 所公布的除了卫福部以外 基本上都是政务委员为主 事实上政务委员大家知道说 政务委员在整个合众联的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包括转型正义 包括整个我们财政经济的联合 他们的联系 因为大家知道财政部跟经济部 很多政策会相助 因为经济部是想发展经济 最好都没有税 所以他会站在这个立场 会站在包括这些企业的立场 中小企业人民要发展这些经济的立场 可是财税是天天想要把我们的毛 把我们的毛当然我们的生意都做不好 所以基本上会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那种态度 所以这个时候要靠谁去处理 就要靠政务委员 所以这次他的发布 从政务委员先发布 跟以前的政府都是先从部长发布 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应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许也算亮点 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对对你讲的有道理 有的人认为说 现在政务委员变成大政委 我今天看到有个报纸标题是这样子 政务委员要接受质询吗 这个政务委员当然如果我们立场要求来的话 他还是要来 那我怎么知道他管什么呢 那就我们会根据说他所负责的 因为他负责什么一定会知道 那我们如果譬如说 好我举个例子 林美珠他是 林美珠因为他是读法律的 那他一直在做公职 也当过内政部的政务次长 当过中选卫秘书长 而且当过行政院的参事 一组组长二组组长 担任嘉义县的副县长 所以他这样过去以后 一定会把他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我的判断一定是转行政议跟司法改革 那如果在这里的话 我们在当我们对法务部 假如部长是邱泰山 我们有意见有什么 你在整个的政议的时候 我们一样 政务部长可以把他找来 我们一样可以咨询 他要在 他也要被寻找答复咨询 对 但是一般来讲 政务委员他会跟着 比如说在政党咨询的时候 每一次的政党咨询 所有的部会首长都要来 他们也会到 一般来讲 没有能去问他们 除非你特别想要问他 你要问他 他也会给你问不可 所以在职权上面 还是可以监督他们的 对不对 对啊 当然可以 因为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不管部会的部长 不管部会的部长 他本同于部长 那他现在看起来 这些政务委员 他都要监督跨部会 但是部会首长会听政委员的吗 他应该不是监督 如果说监督的话 那把他的权力又看太大了 他不是监督 那他如果 事实上 人家不听他的怎么办 他比部长小一点 他比部长小 真的来讲 那怎么办呢 那部长不听他的 如果院长给他的权力大一点 他可能的权力就可以超越部长 又比部长大一点 这就很模糊啊 所以他的大小是看部 看院长给他多大的权力 我知道 那如果说他那个部会首长 不听他 难道他跑去跟院长告状吗 当然要告状啊 因为他是负责协调 他必须把事情告诉院长说 我为什么没有做好啊 他也不叫告状啊 报告啊 报告 所以要 等于说林全院长 要把他的左右手的一些 这个 政务委员跟他的良好关系 从昨天的记者会里面 大概也做了一个宣示 将来各部会看到这些政务委员 不要以为他们是三角猫政务委员 意思是这样吗 可可姐 你的观察是敏锐的 所以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内阁的发布 跟以前包括李正威时代 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样啊 跟阿兵时代 跟马英九时代都不一样 他竟然是先公布政务 对啊 所以我说嘛 用这个角度来讲 可可姐 这应该也算亮点 好 这是林全的创意啊 而且政务委员的办公室 是在行政院 对不对 在行政院 他有一个专属的办公室 他有专属的秘书 他也有车子 也有坐车都有 所以啊 这个政务委员 他跟 你知道这个跟权利者的 access接近 就是一个权利的象征嘛 所以换句话说 政务委员是在行政院上班的 那有任何事 他可以跟院长 或者是副院长直接沟通 我还想请教一下 因为大家对林希耀 并不是非常熟悉啊 昨天林希耀 竟然出任副院长 那林全呢 也非常直接的说 林希耀在政治方面 应该 他意思就比他要突出一点啊 那加莱他们两个人 怎么分工合作呢 其实 林希耀的角色 我认为就是 蔡英文讲的沟通沟通再沟通啊 因为林希耀一直都在二线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他在二线 他不重要 其实林希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重要是在你们党内中央啊 那个你们跟你们民党人周旋 他民众好像不太认识他啊 民众不认识 因为他都一直在二线嘛 他也代理过那个台北县的县 台北县县长 对啦 他就在一线啦 他代理的那一年多 也做得很好啊 那一年多他也是四平八文的 把整个台北县 我知道 都是苏贞昌来当 当院长的时候 对 我的意思说呢 一般民众不太认识林希耀 可是呢 你们民党里面人人都认识他 那 民进不认识他 那就不要混了 对啊 对他的评价非常的这个突出 那在这个情景之下 那这个政府要得到全民的支持 要全民拍手啊 那在这个部分 那林全因为温文儒雅啊 所以他的任命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他还挺正面的 那嗯 这个副院长就永远做一个 呃 这个躲在院长后面的副院长 他不要做明星的意思吗 不过林希耀这一辈子 除了代理台北县长 那一阵那一段时间站上一线以外 都在二线啊 他的特色是什么 他而且他又是新潮流的 又是苏贞昌派系的 好像感觉到 哎 这个人很厉害呢 也不是很厉害 那什么 他就是他有他很坚持的一面 可是他在坚持的那一面 他不会温茶养你枣 他不会这样子 他一定是一直跟你讲 然后大家来谈谈谈 他谈了你有道理 他会回去再修正 然后再来跟你谈 你说他很有耐心是不是 他有耐心 他不像我们一般看到的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啊 嗯 因为因为他是不出来选举的人嘛 所以他一定有这个耐心 出来选举的人多少要有一点 我们怎么讲叫做充气啊 充气 哦哦哦 对对对 你分析得很好 他不是一个很充气十几个人嘛 但是他是很有耐心 跟你磨时间 但是他有他坚持 他有时候讲句话来蛮有趣的 譬如说 我们不分区 不分区那时候 刚刚提名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 大家注意哦 你不要跑去跟那个国民党浮衔 你跟国民党浮衔被开除充气 哦哦 刚提名的时候 他就这样子讲 一般来讲人家不会这样讲 他还是明白就告诉 但是如果其他的 譬如说 你去时代力量什么 那有一些是我们没有提名的 那没问题 有提名的那报备要怎么样 那个他会把这个 讲清楚 讲清楚 好这个将来你们这个执政了之后 你们的执政党的立委 要怎么面对 在国会里面发挥监督功能 我们将来再讨论好不好 能可能 可能需要一个摩尔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很大的题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徐委员 谢谢徐国安委员 等一下我们访问杨石秋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8点33分14秒 我是周玉口 对不起 这个喉咙稍微的哑了一点 抱歉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节目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曾经担任过非常长的 这个台北市议员的杨石秋议员 他对于当年的扁团队的成员 有非常近深的观察 而这一次 林选院长 其实他也是扁团队出身 那台北市长的任内 那其中的政务委员 这位张景森最受瞩目 我们来请石秋帮我们观察一下 张景森这个人的任命 引发了非常多的人的讨论 张景森到底有哪些优点 他有哪些林权这个政府担任政务委员的风险呢 石秋早 是coco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我是杨石秋 好 非常谢谢石秋现在是无党籍啊 所以他的评论是站在无党籍的这个立场啊 好 这个请问石秋 你对林权的观察 先请教你 当年林权进入台北市政府团队的时候 你已经做台北市议员了吗 很抱歉 我必须要跟coco讲 因为那一届我的确我是78年就当台北市议员 可是83年我落选 刚好那一段不在里面 我当了21年刚好那四年我不在 可是可能前后都担任过议员 所以对他们的事情 我不敢说我们亲身的目睹 但是起码有听过一些事情 林权的是财政局长 但是我对他反而在财政部长认为 因为当时我在台北市议会在推一个就是 继承向道的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还有他的征税的问题 平行后论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人敢碰 可是后来林权 当然不见的是说听到我的咨询 就是他当财政部长 他有对继承向道的这一个长期算是在政府的 不管造成税收或税入都有相当大困扰的问题 他在当财政部长把继承向道被很多财团拿来 结税的问题做了一次解决 这是我对林权 因为我在台北市议会 他当财政局长我没跟他共识过 可是我后来对他在12年前 应该是民国92年还是91年 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 对继承向道那个就是财团用来结税的问题 他做了处理 继承的 我给肯定 这个继承向道的这个细节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因为继承向道基本上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跟科提讲 他继承向就是你目前看到很多马路有没有 这些马路事实上很多是老百姓的 但是政府没有办法去征收 因为他的需要的金额太庞大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政府以台北市政府为例 他变成全台湾呢 几乎是民意代表 甚至一些政府内部的官员 用来A钱的 大钱而且可以合法的 他有个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就等于说你现在看到马路 我想扣扣你 你会去买房子 你不会买马路嘛 对不对 但是继承向道就有些人会去买 在早期大概十多 十年前的时候 大概一般来讲继承向道 如果公告限制是一亿的话 那你只要花大概一千万就可以买到 那你偷特殊的管道 你再卖给市政府 你就可以卖一亿两千万 这是十二倍 那这几乎是全台湾各地都在 A钱的一个合法A钱的管道 那那个时候我就追这个案子 我追了十几年 那另外一个厂商来 那个财团来A钱的方式 就是他花一亿对不对 他花了一千万买来 他给结税结四千万 他给结百分之四十的税 那就很多厂商买这个继承向道来结税 后来林权当财政部长的时候 把这一个结税的管道把它挡住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林权在当时我对他的印象是 这一点我觉得蛮深刻 因为继承向道一般来讲 名义代表不会碰 官员也不会碰 因为他后面有个非常庞大的一个 A钱的一个第一团体 而且几乎全台湾各县市 大概不分蓝绿 都很喜欢吃这一块 所以我对林权印象最深刻 是这件事情 虽然他是财政部长 我是台北市议员 张景森这个人 我坦白讲我也没跟他公私过 没讲过一句话 但是我想其实因为那个案子 当时后来我重新进到议会 都引起很大的争议 扣扣如果你从台北市中央东路 走到六段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地方 就是现在一区远雄盖的一个 它有它的企业总部 还有一大片住宅 叫大都市建设研区 那个土地是在民国 就是阿扁任内 当时有个蓝龙钢铁厂 蓝龙钢铁厂这块土地 就卖给了当时的国阳建设 我们都在国阳建设 在酒吧的本土性金融风暴的时候 就垮掉了 后来就卖给了远雄 所以现在是远雄盖好的房子 就在中朝东路六段 信义区跟南侃区的交叉口 各位如果去在全运站 在那个后山皮站出口 就可以看到 它的问题出在哪里 当时张景森后来被监察院 纠正 因为我不是议员 我没有办法知道太多 但我从纠察院 当时的一个纠正案可以看 它主要问题就是说 南东钢铁厂是工业用地 它把它变成住商 就是它在它的台北市政府的 都发局长任内 当然你这个都发局长 当然后来为什么法律没有问题 因为不是它主导的 因为是都市企划委员会 所以它可以说是都市企划委员会 变成住商 那变住商我觉得也合理 因为那个地方的确 不适合工业区了 但问题就是出在当时 当然有人就说 你的回馈比例是多少 但最大的争议点在后来 它跟这个厂商出国 出国的时候 我记得还带着秘书 监察院里面 那他是说他有付钱 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以今天 我说实在20年前 当然就是一阵风暴 20年后的今天 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情况 Coco你是一个媒体人 你也是个政治评论员 今天如果发生一个跟厂商 其实法律上没有争议 你跟他一起到日本 然后坐着商务舱 之后回来说 我有付钱 而这个厂商刚好就是你 你主导的都发局 虽然不是你通过 但是你的主导力量 就是都市企划委会通过 把它变更 从工业用地变成 树商混合区 所以他当时是引起争议极大 其实匾团队里面 其实他的争议是比较大 像另外一个李毅阳 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棒的 所以匾政府用的人 有的有争议 但有的人是非 像我们今天唐安强调 那个所谓的阿匾 当市长的时候 那个民政局的柜台降低 对那是他的政绩 那就是李毅阳 那其实是主要当时的 民政局长李毅阳做的 所以就是说阿匾的时代 像有的人做的 像社会局长那时候 花妈表现的平行 有的人是普通 那后来就表现不错 所以张景森当时 后来其实他 在离开了扁政府之后 扁市府之后 也当了台中市的副市长 后来也当了金建会副主委 其实他在几个都市计划的一些看法 其实包括台中市副市长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发现 就是说好听一点叫胆子 就是开创性十足 胆子很大 那争议会很大 就是他跟一些财团界的朋友的交往 有时候这个你分寸哪里也不好的话 在今天这个社会的氛围之下 那你会很辛苦 对他就会替长官带来麻烦 昨天其实林全很有个字 他替他挺下来的 那个他跑去找经济部 不要降价这件事 对不对 但是林全有说 他说我以为他去国会立法院 去协调 没想到他跑去经济部了 这个就是上次那个他跑去找现任的经济部长 叫人家不要降电价这件事嘛 看起来这个扁团队的成员之间 他们还蛮有义气的 这个义气可以作为一个合作默契的一个力量 也可以作为互相包庇的某种遮掩 你怎么看呢 其实破口你知道 我觉得用人 其实你不管用清气也好 用清气也好 我认为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都可以 对 有能力 像你所熟悉的 像我觉得像满满久的问题 后来是用清性 但他用清性没有问题 是用了清性之后你会不愿不愿被监督 阿扁的问题是用清气 同样的那个清气不被监督 我认为你可以用清气也可以用清性 但是你用了他 像例如说张几生 你用了没有问题 你在光明正大的位置 你被监督嘛 像其实像满久的问题 像人家说的马金体制 其实金甫冲 我相信你跟他也很熟悉 他在我看过的政府官员里面 不管形象口才都是一流的 顶尖中的顶尖 但他的问题不是出在他能力和操守的问题 而是说他当新闻处处长 市政府新闻处长 我觉得是第一很棒的 他当马英九竞选的总干事 我认为很棒 他们两个相同相信 可是后来就是说 你用这个清性 你不是当行政院长 可是行政院很多部会 却被你去操控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人家也怕他 对啊 这问题就是说 你要换行政院长被监控 你就被监督 但是你这个清性就是说 你有几乎跟行政院长权利 但是却不被监督 其实郝龙斌后期 他也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最信任的是庄文斯 那你就把庄文斯当市长 不会有问题 被监督 可是你庄文斯 有很大的权利 却不被监督 所以我觉得今天 蔡英文你可以用的亲戚 用的亲信 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你把他推在台面上 供大家监督 像当时的阿扁的问题 出在扁扫 那扁扫 假设真的很棒 你当然也不被监督 所以我觉得任何人 你用亲信也好 亲戚也好 只要放在台面上 今天供大家来检视 我觉得问题反而不大 但是你过去用这一些人 其实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了 过去不好 不见了未来不好 但是起码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方向 因为现在大家对任何政治人物 我关口口 你很清楚 大概不再会半年的灭业期 可能三个月 大概就 我都怀疑 我们三天 不好意思师兄 你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 大概有八分钟的时间 请你评论一下 对不起 大概五分钟 我们看一下可怜的柯P 民调死亡交叉 不是他死亡交叉 对 他说柯P死亡交叉了 我的妈呀 他的民调死亡交叉 满意度38% 不满意度42% 这是TVBS所做的 怎么回事呢 马上回来咯 请你不要走开了 听众朋友 好 那么他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 再继续请教前任的台北市议员 石秋先生 石秋也是柯P的 这个 廉政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当时他选立法委员的时候 也是柯P 所支持的阵线成员 好 请教石秋 昨天那个 TVBS民调 刚好跟着这个时报周刊上礼拜的民调 就这个已经所谓的满意度死亡交叉 我看到PTT上很多人很崩溃 但是说是国民党欺负他 民进党也跟着欺负他 这个有一些科粉是铁铁粉呢 但是你怎么看这个发展方向呢 是因为民进党踢他了以后 他的民调就开始下跌了吗 当然柯P的好处是 他可以横跨蓝绿 但缺点也是 因为他横跨蓝绿 当绿色的一些候选人说 要出来竞选的时候 他的一些支持当然就慢慢的流失 但我必须要讲 其实柯P有些事情 我是非常客观的 要帮他讲句句公道话 而且我认为这都可以 让小鹰学习在年轻改革的 但问题出在柯P或许太草率 是做了前半段 但这半段几乎是可以 给小鹰和林权做一个非常 甚至全国很多政治人物 做最重要的指标的 我到现在还是很肯定 第一个像他老人年轻 那种全面普遍性 圣诞老公公发放的方式 每人一千五百块钱 我觉得取消是对的 因为全世界 任何跟社会服务有关的 都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发放 他应该是选择性的 针对性的 特定的 我觉得这种得罪人的方法 只有柯P有这种勇气 今天台湾不分蓝绿的县市长 都是在什么样 掏好 拿公家钱来掏好 你在选举时买票 还是从自己口袋掏钱 其实今天多少政治人物 是拿国家财库的钱出来买票 反正又不是我的钱 所以造成今天中华美国财政 是如此困难 年纪无法推动改革 但柯P犯的问题就是说 他做了前半段 我觉得太棒了 可他后半段没做好 当你省下的七亿元 你要知道 这七亿元对跟今天 整个中华民国的财政来讲 七亿元是一个什么 等一块钱一样 你不是省下的七亿元 你要说 我今天针对四十万 这些老人的一千五 我不再发 但是我把这七亿元 省下来 我针对一万到两万个 最辛苦 可能目前孤苦无一 三餐不计的老人 我每个月给你五千块钱 那针对特定的对象 你这七亿省下来 你可能照顾两万个老人 那这个时候大概给你喝彩 结果你把那七亿元省下来 丢回到四库里面 对于坦白讲 中华民国财政 没有多大的 他说他要做老人 什么联谊中心 我觉得 其实 那个老人联谊中心 我说实在的 那去七亿元联谊的老人 可能还是属于中产阶级 或者有退休金的老人 他是应该针对那些 可能连家里都走不出去的 住在那个最贫困 最破烂的那些老人家 我觉得你说 你当你把这个预算省下来 应该告诉大家 我去做哪些事 就像我在郝龙宾市府任内 我就反对 今天科皮做到 但你别人骂臭头的 就是那种 我晓得免费牛奶 一周一杯的 两百三十六星期的 那我觉得也很荒唐 像我的孩子 并不在乎那瓶牛奶 可能有的孩子 是缺少的不止一瓶牛奶 你凭什么让每一个人 都有牛奶 是我是反对的 科皮取消了 同样是上半段 这一亿五千万 如果你取消之后 你让我说 我这一亿五千万 我要针对那一些 可能连每天 吃饭的钱都缺少的人 我每个月补贴你 五百块或一千块 那我的一亿五千万 可能可以补贴 可能五千个 或一万个孩子 那这个时候 你才这个节省下来 才可能会让人家 感觉到勇敢 否则今天市府 少这一亿五的牛奶 钱 少这七亿的老人年金 对整个中华民国财政 没有任何的 所谓的弥补 那也有人说 那你把人家老人年金 取消 那为什么什么 市议会通过什么 军工教年年结 慰问金 那你就不敢反对 所以 这就我讲的 其实老人年金 当时在 今天回到扁政府时代 当时阿扁政府的 社会局长就发过一次 反而被当时 国民党的党团挡下来 原因就是说 你要排付条款 就代表在二十年前 陈菊就发放过老人年金 而会老人年金 发放过一次 在阿扁时代 就被挡上来的原因 就是说 你要排付条款吗 怎么可以全面性的 就代表 这个观念 在二十年前 大家就有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在过去的时代 如果说阿扁时代 当时对老人年金发放 就认为说 不应该前面普遍的 其实就代表 今天的谁啊 今天的科皮是做对的 但是你坐下来 省下来之后 这个钱 应该针对特定少数的 包括 你说Ubag 前几分钟免费取消 我也赞成 我还是赞成 那这些省下来的钱 你要告诉大家 我今年因为多了 这十五分钟免费取消之后 我整了一亿 那这一亿 我针对清函的学生 让他们每一个月上学的 我补贴他 一天三十块钱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省下来的钱 不是丢到这个市政府 或是整个国家财政 苦吃吃的黑洞里面 而是告诉 我没省一笔钱 我就会针对特定的 少数需要照顾的人 那你就可以替 不管是小英也好 其他县市政府 告诉大家 你们不能够在这样的 无底洞式的 把国家的财政 当了什么样 当散财童子乱花 也让林权在财政改革的方式 有一个魄力来做 所以我觉得 柯P这几项 我都是赞成 但我并不代表说 我代表全部的人 但是我起码觉得柯P做了一个全新的思维 他敢去得罪人 包括取消老人年金 包括取消国小那 236cc的这个什么牛奶 他包括取消15分钟U bag 我全部赞成 但问题是 省下来的钱 你要告诉我 你应该用在特定的 少数的去针对的特定对象 如果这做成的话 我认为柯P居然落选 又怎么样 人生坦白讲 你做了该做的事情 你如果今天想当选落选 我真的奉劝柯P 我今天也会在我脸书上讲一句话 你只要做你该做的事情 用你的道德勇气做了 你落选又怎么样 人生难道 凭你台大的医生 你回去 你还是 所谓在这方面是顶尖的 那你坐下留下来告诉人家将来 我起码做了所有全台湾 不管只要民选的县市首长 你去看看 我想Coco你最清楚 现在多少县市首长 就是在买票嘛 选举买票要被抓 要不要关起来 可是你用政府的钱来买票 却很多老百姓不明就里的 喜欢你 苗栗先生是个最经典的例子 他在过去都是民调最满意的 为什么 他去用政府的钱来买票 大家高高兴兴的发钱 最后财政失职就很辛苦了 那现在柯P因为 连续对他的这种批判很多 从一个民心坠落 其实在人性上面 也要有一些调整 有人也说 你看他的首长们都来来去去 交通也乱七八糟 他到底用人上面是不是有问题 我听他一个很亲近的幕僚说 他觉得他的市府团队里面 他都觉得他不可相信 他有没有被蒙蔽的问题 只剩50秒了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 因为他有亚斯伯格症 真的就是说他敢做一些 别人不敢做的事 但亚斯伯格症有时候 过分的理作为中心 这可能要找一个他最亲近的人 来跟他解析一下 把这个个性或许是 这样子的症状所带来的一个某种程度的偏差 所以我觉得那就是怎么样 尽量接受 像这边可以学小音 所有麦克风堵在你前面的时候 都跑人 找我的专业团队 对少讲话 然后旁边有一个比较有 有社会对应能力的人吧 是不是 这一点是他最大的问题 我可以给他这方面 到底你在媒体这方面的长期持续观察 可以给他一些看法 他可以看所有的争论节目 我这几天有狗了 谢谢你 谢谢石秋 谢谢 祝你周末假期愉快 谢谢 刚才我们访问的是 资深的台北市议员 让石秋龙 听众朋友 祝假日愉快 下礼拜再见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Coco早餐节目制作人萧承平 计划制作陈秋如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